哈囉 我是鹿鹿 愛電話的病毒喔 呵呵呵 您好啊 我是鹿鹿 大家感到的記得 正前我們做的空氣火箭 縮到鹿子拍拍咧 到裡面的空氣直出氣 火箭就能背很高 很高興 很高興耶 聽說 我們今天 七五湯老鼠和阿姊 也要帶我們 做到空氣遊觀的遊客 做回做空氣跑喔 小朋友 我們做回來 當唱唱歌吧 要準備的材料有 衛生紮紮說一下 隔開皮一下 手鈴薯一條 涼布 菜色紮 香檳黏咖 麵皮紮 咖刀 小朋友 這次要時間 要用到咖刀 大家使用的時候要洗力喔 準備好小 我們就開始囉 準備好小 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先來做空氣跑的機關 把隔開皮拿給麵 上鍋的地方加開 下鍋 把隔開開口緊開 放進去裝作一頭 用隔膜隔膜隔膜 上鍋用隔膜隔膜隔膜 上鍋用隔膜隔膜隔膜 上鍋隔膜隔膜 就完成囉 我們來試空氣跑 看我們可以把麵皮紮小合套 看我的 咻 啊 哪是白去 有了 不要試試 空氣跑圍力更小 是因為我們要買製作泡膠喔 加兩步大體泡膠 讓泡膠變小 我們試試看 可以成功嗎 哇 哇 哇 威力真的變強啊 你也可以用補爪 搓上鍋隔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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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個隔膜做泡膠 看起來更漂亮喔 最後來收一個空氣跑的刮冠 用香檳隔膜 跟準備好的菜式做 到底抓更旺盈 大公夠鹹囉 我們還可以製作廟膜 來算社群流氏 自己世界的導遊 引路來 那就是為了麵皮紮頂館 在這裡的麵 還有一天 讓隔膜可以站起來 廟膜才好 通氣泡就能對餐社群了 看我的厲害 砰砰砰砰砰砰 白座在山上 哭我不會倒 嘿嘿 轉倒 很棒耶 阿姐 空氣泡真的很有趣 但是為什麼發射的時候 明明就沒有東西 揉拌要是讓隔膜了 老老問得很好 我們有隔膜隔膜的時候 會有空氣在隔膜隔膜 跟隔膜隔膜隔膜 跟隔膜隔膜隔膜 原本在衛星座上的空氣 會讓隔膜隔膜隔膜 從開口流出來 所以發射的時候 空氣就會造出來喔 老老 我剛才會記得 我們這開始發射的時候 失敗了 我的記憶 阿姐說 因為我們還沒做泡膜 老老說了沒有不對 因為開口做比較小 空氣就會接造火 平常比較強的氣流 一個比較簡單 射到標榜喔 空氣泡有很多不一樣的傷害 可以拿一個到衛星爪隔膜 靠近差不多的七零爪杯子 蓋在空氣泡靠前 把爪杯子當作泡大 利用空氣把泡大發射出去 哇 真像空氣灰漬一樣喔 我們也可以利用空氣泡 自己製造牛泡喔 把泡口拿掉 把爪加做爪油 放進去空氣泡來 利用幾個泡沫的高力 就有空氣走出來的力量 把爪油送出去 嘿嘿嘿嘿 很漂亮耶 空氣泡也就是油泡 都是因為空氣在送 所以可以把廟巴下落 也就是把爪油送出去 然後可以透過其他的時間 觀察空氣可以穿上動力喔 跟兩個人煮下沾 小連接在裡面的空氣 那是我們推動一家 煮下沾在裡面的時 把裡面的空氣放進出來 然後另外一支煮下沾裡面 並且把沾沾沾沾沾 這就是空氣穿上的動力喔 喔 原來空氣泡可以發射 射到標吧 是因為空氣推動造成的 泡口的大小 也會影響發射的威力耶 小朋友 那尊您做出國家厲害的空氣泡 那才是想到什麼特別的生活 都可以瞎拍到露露拍手給我分享喔 我們後來再會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